我先教你那個一般你在對槍的時候 你注意到這一細節其實你會很輕鬆擊殺掉敵人 APEX基本上滑跳 它是一個APEX裡面移動輸入最快的普遍方法 我一開始也是用鍵盤就是Ctrl 空白 可是因為後來卡那個輸入法的關係 所以就變成我就開始習慣滾輪往下 那其實如果你用滾輪往下習慣的話 你可以做到的升法會更多 因為它包含很多空中轉向跳 或是什麼蹬強跳之類的都用得到 像其實這個動作你要 蹬強跳你要用滑滾輪是最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用空白鍵會比較堪 所以你可能要先學會在普通跑步的時候 保持兩秒滑跳一次 你用你一般的滑跳跟我一起 我們一起跑到對面去 然後我跑到終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一下我們兩個速度差差到哪裡 好我數3 1 2 3 欸 看我怎麼又跑 慢慢的會有一個速度差距 如果你沒有一直使用滑跳的話 其實你慢慢的你會跟隊友脫節 所以你可能要熟悉這個滑跳的距離 然後加你的Q 其實可以讓你跑得更快 所以你們走在路上是會不斷 就是真的時間一到就滑跳 我是時間一到我也是絕對滑跳 你基本上我玩我覺得普太可能一直這樣 我會一直這樣保持滑跳 因為其實這樣是動最快的 可是很累 對阿 我一開始 真的我按到小拇指機鍵差點發炎 因為要一直按蹲下 可是我後來習慣了 我們平常打架會用到的基本站位和升法 好我們兩個假設要開槍 正常來說你會怎麼打 我給你打一把 好來打一次吧 好我跟你講你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打架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偏向 你可能開個一兩槍你有射到了 你就蹲下 就是回來多子彈 對就不要一次跟他灌到底 因為其實他這個遊戲子彈是會有飛行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就是你在開槍的時候 你可以蹲一下 然後數個1秒或是0.5秒 抓敵人就是想要取消他左鍵的時候 你剛好要出去開槍 然後他可能壞習慣要站在外面跟你對槍 你就一直鎖著他那個會露出來的位置 開槍然後躲起來 開槍躲起來 開槍躲起來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會幫助到你 你面對到白給位這樣走過來的敵人 你可以去counter他 我撿個子彈然後我從白給位出來 你打我看看 我要攻擊你喔 好來嘍 像我其實沒有站在隱蔽屋的話 很容易就馬上被你打死 你有時候在打架的時候 你會發生這種問題 敵人在隱蔽屋 但是你沒有在隱蔽屋 其實他場上 他這個遊戲很特別就是 他場上物件很多 你看像這種鞋板 像這個石頭 全部都是可以躲的 他全部都不能穿 所以你只要 能判讀場上這種實體物 你能去躲的 就盡量運用他 你不要常常走在一個 突然就走在一個白給位 阿看到人還要站在白給位跟他對槍 你可能看到人他在 他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開槍的這個位置 那你可能就要移到右邊 然後你就看 你只露一個頭 然後你又可以搭配剛剛我教你那樣 就是閃身 阿教練 你的身法都怎麼按 阿為什麼我覺得 打你們這些人都特別難 阿為什麼我在那邊按好像都像白癡 你先站出來然後閃蹲這樣 然後開著右鍵 沒有我會卡住 會卡住喔 會卡住你可能要去習慣 因為其實APEX按法 身法就是左右 然後加一些什麼超級角色 因為當邊我可以啦 就是 假設你都只 只按A的話 可以 你是用C還是用C 我按C 你按C 就比較沒辦法 因為C他是直接蹲到底 喔你說 你說用Ctrl這樣子 對你按 他Ctrl是一個微蹲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按CtrlA和D 這堂課學到好多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要教你的 一定要教你的 如果你 你平常要練槍 我可以教你在百個月對槍怎麼變槍 我一切這個 我一切這個的時候 你就跑下來 然後滑到這邊 就開始對射 滑到哪邊 滑到你現在這個位置 對我現在站這個位置 好好好 那你準備好了嗎 像你的身法就是 你可能會偏向 你滑到底了 但是 你沒有做左右 你還是變成 你在原地 然後就按著瞄準 想要去射人 好假設我一滑下來 我通常要對槍的時候 我不會站在原地 就是要左右一直 一直動 所以你可能 你滑下來的時候 你要保持靈活一點 其實這個百個月 是最好練 因為你可以知道 你在百個月做的身法限制 其實是 蠻有一定的限制 因為其實高手對決 你只要一個彈甲 就差不多可以分入勝負了 在這種距離 你會開近還是夭射 我會開近加夭射 因為其實R301 它有一個特性 你看喔 它在開槍的時候 我們要這個點好了 開槍 它其實彈道 我可以縮放去 就是縮放它的 瞄準 它放開的那個瞬間 會有0.5秒左右 它那個彈道 還是會維持在你原本 右鍵的上面 好 你看喔 照理來講 我先用夭射 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右鍵放掉 然後再右鍵的話 會變這樣 你有感覺它的差異嗎 有有有有有 它比較不會晃 對 它會有一個類似程式bug 它可以把子彈全部都打在 你原本右鍵描著這個人的身上 你可能打 那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就是 腰射跟你開近 射 就是有什麼差別嗎 差別就是 你右鍵你看喔 右鍵我的移動速度 從 這個鐵板 好移到這個鐵板的速度是這樣 很慢 好 但是如果我放掉瞄準 我很快就可以走過去了 我不用等這麼久 對 所以 其實你在腰射的時候 你的移動速度相對是快的 比瞄準速度還快 那射擊中腰射的意義是在什麼地方 射擊中腰射 就是像你剛剛那樣切啊 就是準心然後腰射 讓敵人改變你瞄準的軌跡 像假如說 你的人移動速度左到右 可能只要一點點距離 它就只要這樣瞄就好 但是如果你突然加速 它是不是就要把 它的滑鼠再重新瞄準 因為你可能 偏右了一點 你可能偏左了一點 所以你在打的時候就變成這樣 它其實 敵人要打你就 它可能因為你的加速就偏差 它原本 預計要瞄準你的那個彈道 然後可以在開 開箭的時候 你可能射個幾槍放掉 然後再馬上 再馬上瞄準回來 就會變成這種效果 所以哪些槍不能這樣用 刺猴好像不行 R145可以 太慢的不行 對太慢這種 單點這種 就太行 所以只要是 譬如說 平行這種也都可以用這種 平行可以 平行這個 這個平行其實是最難壓的槍 我自己覺得 玩那麼久 這種平行 我在練習的時候也是 因為平行的難壓 對平行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要維持一個節奏 因為它其實 瞄準放掉 就是差不多這種速度而已 你會發現其實 感覺腰射也蠻準的 那是因為它右鍵有一個 補助的概念 有沒有 即使這麼遠 也可以打得蠻準的 所以你可以在打架的時候 多利用這種打法 這樣你有學到嗎 你有學到嗎 你有學到嗎 剛剛那個 有學到是有學到 可是感覺很難在 當下馬上就發揮出來 那我教你 我的那個肌肉 肌肉記憶還是菜肌膜 那我教你一個壓槍方式怎麼樣 我跟你說其實 平行它有一個小技巧 和R301差不多 你在開槍的時候有沒有 你的人物按著右 或按著左 然後你把你的滑鼠 稍微往下一點壓 它其實就壓得很夠了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小技巧 我沒有發現 可是我有感覺 有的時候感覺 壓得很 壓得很大位 然後有的時候震到 完全瞄不到人 那我跟你說 你有辦法快速的抖動你的滑鼠嗎 我講認真的 那個真的是有辦法 你說繞圈那一招喔 繞小圈或是震動都可以 你先打這個 然後你看一下數字多少 392 392嘛 那你打第二個圓的吧 你打這個 112 沒關係 你這時候你就單純左右搖就好 用左右搖去射這個吧 322 就繼續打 好像 有點 有點幫助耶 你左右搖其實蠻簡單的 威震 因為其實APEX這個遊戲算蠻好壓強的 那你也可以左右 當然你也可以左右走 你會左的話 你就直接按到底 然後往下壓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你其實打遠距離 就左右就好了 不然就畫一個圈 然後就可以把子彈全部塞在那裡面 就這種速度的話 這種開槍速度 可以把作用力抵消掉 OK 你的DPS很低阿 800阿 800靈敏度1.4 奇怪 跟我一樣 為什麼我搖兩下就出去了 還是我搖太大力 沒有你搖太大力 你的震動差不多 你看喔 這個四方形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這個四方形 你就盡量再震動這個範圍 左右一點點 上下一點點 然後畫一個圈 你就自己試試看說 快速震動這樣搖 這是最簡單的壓槍方法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菱形 白色的 所以 哪招是學一招就好 還是兩招都要學 看你自己喜歡哪一個 因為其實每個人適應不同 就像我講的 你單純往左 然後往下壓就好了 或是單純往右往下壓 其實都可以打打法上 你往左就變往右 你往右就壓左 意思是一樣 所以要看你自己習慣是往左往右 這是最簡單的 就是 單純就是按左或按右 然後往下壓 所以他只是抵消一部分嗎 還是他是可以完全抵消 他抵消一部分 所以要看你自己習慣的往左 因為 我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像你有時候 可能你打這個 可能打這個肉頭位 你可能習慣要定點 然後畫圈 或是左右搖 或是你可能 他是整個漏身體的 像你現在漏身體 我就只要往左就好了 因為 你相對的 你看你這邊有障礙物嗎 但是 如果我往左情況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你更多 如果我往右 是不是就看到你更少 對 你的身體就被切一半 我就比較難打 但是如果你往左的話 我可以看到你全身 那我就直接往左 所以 壓槍你這個 加緊練習一下 你要不要再試試看 不行啦 那個震的 我一下就震出去了 震的不行 那你就畫圈 那畫圈也不行 就教你最簡單的那個 往左往右 選一個 然後盡量把槍稍微往下壓 輕輕的壓 他到某個點的時候 會稍微偏右下一點 你就可以把槍完全壓住 然後你再去練習到打 這三個吧 能連續 三九二三七八 其實你就很及格了 可以打好 遠的時候比較明顯 就是他在 某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會往外彈 對 大概是十三到十九發 他會往外彈 因為我有去研究過那個彈道 我對這把槍 是因為 太容易撿到這把槍了 這把應該是每一場必撿的 所以你可以單純用這把槍 你可以殺爆很多人 我之前也都練這把 可是我後來發現 練這把好像對壓槍不會有進步 我就強迫自己去撿平行 或者是撿那個專注那種 平行反而是我不太想撿的槍 哈伯克我也不太想撿 因為哈伯克的後座力 水平和垂直他調過了 他沒有比以前好壓 所以他現在都亂飄了 平行會比較偏難 我覺得 但是如果平行練起來 是真的很強 因為平行的傷害很高 對 所以你這個可能要花時間去練 好 button sweater by bwd6